Yo what's up 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们有段时间没做这个Immigration Theory的视频了 这期呢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2023年5月份的绿卡台机 同时呢最近H1B的出现结果也已经刚刚出来了 我们呢也来谈一谈最近的H1B的困局的问题 好在视频的开始之前呢还是按照了规矩 我们的视频内容仅供参考 Just for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具体的问题呢请参考USIS的官方信息 自主把握或者来聘请专业的移民律师 请说到YOKSYLGC人 因为个人能力所限 如果有错的地方呢 还请大家在留言部分不拎指 我们的Doctor6 EB Immigration的观众群 现在已经达到了400人左右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的微信来加群 然后呢我们群现在也开启了付费验证的功能 是为了确实保证大家都是绿卡申请人 或者是相关的人士 避免一些广告或者无聊的人加入吧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配合这个复费验证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Eins 跟我取得联系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呢 我们群里有更多的EB申请人 获得绿卡的推准 我感同身受了为大家高兴 同时呢我有邀请申请人参加这个Immigration 101的访谈 然后也请大家能够关注和欢迎大家来收看 因为这些嘉宾呢都是有更一手的绿卡申请的经验 同时他们也是更近期的绿卡申请人 能够给大家分享来自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 好现在让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吧 然后感谢大家能够评论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 2013年5月份EB中国的排期情况 对于表A我们可以看到EB1类已经出现了这个排期 现在排期是在2022年的2月份 还不是很严重 对于EB2呢相对于上个月 这个5月份排期是没有变化 还是在2019年的6月份 而对于EB3是有了比较好的前进 相对于上个月前进了151天 这也是比较好的消息 我们之后呢也会对EB23的情况来分别的评论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EB5现在有三类无需排期的情况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包括EB4 以及Rest of World都出现了这个EB23 还有这个EB4的排期 也就是说整体来说 全球的形式来看 这个排期情况其实是有所恶化的 同时呢我们一会儿分析印度的情况的时候呢 也能看到这一点 对于表B情况也是类似的 EB1有排期 但是还在2022年 EB2是在2019年的7月份 相对于上个月EB1 EB2都没有变化 而EB3跟A表类似 有这个比较大的前进 相对于上个月 而EB5这边有三类无需排期的情况 但是对于表B目前应该是没有开放的 这个如果有错误大家请纠正我 所以说这个表B也只是仅供参考 提交485还是要通过表A 关于这个亲属移民呢 我们来看 这边是F1类 相对于上个月前进了14天 然后F2A这边 是已经有这个排期了的 我们之前多期视频都指出过这个 当时F2A是没有排期的情况 但是目前呢 也已经有出现了排期 其他类别的这个亲属移民呢 有小福的前进 或者是保持不动 他们目前呢 还都在2015年以及以前 还都是有比较等的 还是有比较久的这个等待时间 我们来回顾一下 和展望一下 这个2023年5月份的 职业移民的排期情况 对于EB1来说呢 自从2023年的1月份 开始出现EB1的排期 就相对EB1又回到了 2018、2017年的情况 这个排期 不再是Current 然后5月份呢 相对于上个月排期 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Rest of World 整个世界 对于EB1的需求 是有所增加 这个消息是来自于移民局 也就是说EB1 不光是中印的申请人增加 这个来自于 整个Rest of World的EB1申请 也有所增加 而包括现在中印同步的情况下 EB1的中国呢 也可能会在未来 出现更多的倒退 我们是在这个 2023年1月份之前 就反复说过 EB1当时的排期 很有可能会出现 或者说EB1之前 没有排期的情况 不会是一个长久之际 所以说在目前呢 我们虽然说看到EB1 还是在2022年的时候 但是长久来看呢 EB1的中国 可能会有更多的倒退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 是来自于EB2跟EB3 EB2跟EB3的压力呢 也可能会 分摊到EB1上 而对于EB2本身呢 它的A表跟B表 对于EB1 而对于EB2本身呢 这个EB2 中国的A表和B表 分别是停滞在了 2019年的6月份和7月份 跟以前视频提到的 这个EB2 China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一般也没什么 惊喜和料理 并且A表跟B表的区别 非常小 只它一个月 对于申请人的意义不大 没有特别多 可以期待的惊喜吧 而对于EB3 中国呢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在过去的2022年 EB3经历了这个排期的倒退 是一度从2019年初 倒退到了2018年的3月份 当时是黑色的大倒退 然后EB3呢 也从2023年的4月份 上个月开始 终于是开始了前进 在接下来的5月份 也有这个保持前进的势头 前进了100余天吧 2019年的4月份 和2019年的6月份 是目前的EB3的A表跟B表 也是这个史上前进的最新的 最大程度的 这个EB3的这个时间 但是EB3能否恢复成前面几年 跟这个EB2交相前进的场景 目前呢还未可知 记得当时2020年前后吧 EB3跟EB2有一段时间 是交互前进 也有很多申请人 当时是在EB2和EB3之间 反复横跳 有些人可能是EB2的条件 但是最后是通过EB3提前拿到的卡 这个是当时蛮商店的 但是是否会出现交互前进呢 目前还未可知 就是我们现在轻价认为 这个快的EB3 像现在快速前进的EB3 可能跟这个慢的EB2差不多 那么EB2慢慢前进之后 达到一个比较快的状态呢 可能又会像 2022年这种领天EB3的情况 所以之后EB3会不会降级呢 这个申请人还要自己来决定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EB5的情况 现在EB5呢 有三类存在这个预留名额 所以说目前是没有排期的情况 可以直接提交485 所以对于知情行后的申请人呢 可以考虑这个EB5目前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到 印度的EB3出现了排期的倒退 同时呢 这个Rest of World出现了EB3的排期 可以印证之后的 Spillover名额可能会更少 然后给到EB3的这个空间呢 也会更少 同时呢 本期视频我想接下来谈一谈 关于这个H1B的情况 工作签证H1B 今年的中签率呢 出现了新低 科技行业的公司 普遍是在15%到20% 也就是可能 四五个人申请人里面 才能有一个申请到中签的 而且呢 今年很有可能没有这个海底捞 比方说今年的8月份左右 就可能不会再有H1B的申请人 被从池子里面捞出来 这个原因是因为前几年改编H1B申请机制之后呢 是先抽签 然后再File申请 所以导致前几年呢 有很多的这个申请人 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申请人吧 通过多个公司 然后付费来File这个H1B 导致很多这个抽中了签的人呢 他们没有能够提交 及时的提交他们的相应材料 因为很多都是交钱来File的 并不存在这个工作 所以说最后File上去的 这些中签的人 比抽中的人数是要少的 所以说到八月份 或者是下半年 会出现这个H1B的程度 但是过去的两年 海底捞的数量越来越少 然后移民局呢 也越来越能把握这个中签率的情况 所以说今年呢 很可能就不会再出现海底捞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 大概有多少抽中签的人 里面是可以File 最后的这个H1B申请的 所以说今年的H1B中签率新地 以及可能没有更多的机会 使得这个一度这个抽中签的 这些工作签证 包括OPT的这些留学生吧 不得不寻找更多的出路 也让目前这个润加拿大 或者是整个安排 拿不到工作签证之后 到海外工作 成了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甚至影响整个美国留学 这个行业的发展 因为对于F1留学 以往认为是个回报率普遍比较高 或者是可行性 可依赖性 路径性比较强的这么一条道路 但是现在因为中签率持续新低 让这个美国留学的申请 这个回报率 也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 是不是值得走上这么一条道路 因为很多时候来留学 或者是在学费 花费比较大的情况下 难以拿到身份 甚至是要付出多年的这个读博士 或者是一些工作 上面的一些职业发展的牺牲 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考虑 是不是有更多更好的道路 来达到这个 拿到海外身份的这么一种途径 此外除了中签率低的这么一个困局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自从去年以来 整个科技行业都出现了这个lay-off潮 采源潮吧 然后现在不光是科技行业了 在一些传统行业也出现了采源的情况 这个60天的一顺币的grace period 让这个工作签证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就是很多这个工作签证的持有人 如果一旦被裁不得不在这个60天 或者是payroll结束之后的60天 可能公司会在你的payroll上 给你更长一点时间吧 但是最多也就是三四个月 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要找到新的工作 而现在大批的这个公司都在采源 包括有一些new graduate 也是很难找工作 因为现在很多有经验的这个职业元首 在这个job market上 所以说很多人被裁之后 这些工作天上持有人 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找到下家 也是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 同时一些今年的new graduate 也是受到了这个挤压 找工作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说对于这个处在F1 或者OPT阶段的小伙伴 将来要要申请H1B 那么就要知道 现在的申请率比较低 申请率很低 如何能够考虑到这一点 到自己的这个 无论是职业规划 还有自己的身份和布局上面 是不是要考虑一些备选方案 或者是现在处在H1B 工作天上的小伙伴 可能要考虑 对自己工作的稳定性 以及如何能尽早开始绿卡 还有身份的申请 走上这个H1B 职业移民的道路 是要做好这些规划的 比方说像这些140的时间 Perm拍广告的时间 以及这个自己工作的稳定性 里面有一些费选方案等等 然后呢 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关注我们关于职业移民的申请 的这些信息 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其他的immigration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留言 或者在comment的部分告诉我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 最新的这个immigration11的视频 最后请大家帮忙 转发评论 点赞 订阅一波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